大家好,我是月寒 说起向人灭人这一方面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应该是 曾国藩的兵剑 今天月寒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另一个向人灭人的书 是新相片 取了相由心生的意思 那今天月寒和大家分享 这本书当中的三句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第一句话呢就是 出那不公平,难得而孙长语 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异 这句话呢就是说 说话不公道 或者是说喜欢占小便宜的人 那这样的人将来就会生一些 败家子之类的 甚至可能会断子绝孙 而我们说在生活当中 说话不算数,没有诚信的人 也不会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人 去交朋友的 在人际关系交往当中 靠欺骗来获取利益的人 我们说这样的人只会得逞一时 但是呢早晚会有拆穿的那一天 所以呢做人要有骨气 有钱没减 我们身上都要有一股傲气 第二句话呢就是 亲口出伪言 寿缘短折 忘恩思小院 磕地难成 那这句话和老话说的那句 小富小贵一赢 前程有限 大富大贵不动 后福无疆 是一样的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那些动不动就喜欢说一些 不合情理的话那这样的人是会给自己折寿的 而那些忘恩负义 喜欢小仇小院都会记着的人 这样的人呢也是很难考上科技的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呢就是 那这个呢就是说那些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人呢 虽然短时间内会非常的贫困 但是上天呢一定不会不管他们的 而那些能够为人分忧 替人着想的人 或许会经历一些牢狱之灾 但是呢也会有神明保佑他们 那这句话说出来可能稍微有一些迷信哈 但是呢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 雪中松炭的人 总比锦上添花的人 更能让人给记住 铭记于心 关于人心的善恶呢 这个命题怎样评判 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 我们说恶呢 并不是简单的心肠坏 善呢也不是想当然的好人 想让自己的人缘越来越好 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福气 那不如大家都好好参悟一下 刚才约翰和大家分享的这三句话 希望能够给大家个帮助 那今天的分享内容呢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